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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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問大家 世界宗教分為一神教跟多神教 我今天要談宗教哲學 我要告訴大家什麼叫宗教 一神教的話 有猶太教 基督教 伊斯坦教 猶太教裡面分很多派別 基督教裡面有天主教 東正教 基督教 Protestant 然後就是 那回教的話 什葉派 迅尼派 一大堆 這是一神教 多神教有印度教 佛教 藏傳佛教什麼的 不同的派別 但是 我認為只要是宗教 都離不開一神的特質 像印度有幾百億個神 人有十幾億 神有幾百億個 但是他們這個神 能夠成都是因為他們來自於 insimitation 來自一個靈 所播放出來的 就像從這個角度來講 儒家也算是一神教 我們講道 天道 有一個基本上的道理 只是說儒家的文化中 以人為本 他可以challenge這個道理 在這個宗教裡頭是不能的 這是唯一的差別 所以這個宗教是我們要討論的 那我現在問大家幾個有關於宗教經驗的問題 比如說你是否曾經用過 被你自己形容稱為宗教經驗的人 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有還是沒有就好了 不要 有 你有沒有 有 你有沒有 沒有 好 就好了 沒有 這個因為 你想回答嗎 沒有 沒有 如果你擁有過一些經驗的時候 在經歷過這些經驗的同時 你是否曾經過 與日常世界不同的世界接觸過 你說有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進入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你有沒有感覺到 有時候經驗就像做夢一樣 但也分不太清楚 你剛剛說有還是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兩個問題的話 本質上不太一樣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宗教經驗 每一個人應該都有 因為你有害怕嘛 對不對 你不能夠說什麼事 我都不怕 那那個 我生得跟一個小 跟一個Tuna一樣 在海裡面一直往前猛衝 那太可怕了吧 你有害怕 你有焦慮 你有擔心 對不對 你擔心你的財源斷絕了怎麼辦? 你有這種問題 你說我沒有恐懼 那怎麼可能呢? 人活著就有恐懼 對不對? 你甚至於覺得說你要能夠克服恐懼 需要一點重要經驗 但是你的時候有人會感覺到自己 完全活在另外一種世界裡頭 積童一樣 像神父一樣 牧師一樣 我們聖誕節剛過 以前我學哲學都寫的第一篇 論文寫的就是一本書的心得 叫Messiah Eliad The Eternal Return 就每一年 所有的地區很特別 在分成12個月的時候按照太陽分成 每一次第12個月的最後幾天 就會變成神聖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過去的這個禮拜 剛好是七天跟七天 從聖誕節到元旦剛好七天 這七天當中在西方 如果你活在西方的話 這七天是個很神聖的日子 是完全完全完全沒有人上班的 為什麼 這叫Eternal Return 就是每一年要幾天是獻給另外一個世界的 宗教的經驗 你懂嗎 是這個意思 所以人家問你有沒有一點 宗教的經驗的時候 你就想想看 比如說我們過年的時候 我們習慣過到初五 那是錯誤 在農村社會的時候 元宵節那是最起碼 通常很多人過年會過到2月2 北方的時候是把最冷的那幾天留在家裡 光講一些神話故事 所以每個民族都有到了歲末的時候 要進入一個神聖的時期 這是我們講的一個宗教經驗 但是那個神聖的時期的話 會跟不同的世界接觸 所以這些宗教經驗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 它會改變你的生命嗎 所以說很多人 所以大家對於 在我們這個宗教完全自由的環境中 會覺得宗教經驗會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是很特別的 非常主觀的 而且沒有依據 沒有客觀性可言的 所以我們在班上的同學的話 他們即使有宗教經驗 有宗教信仰 他也不會主動跟你講 甚至他聽這個課的時候 我也不會影響他 他也不會影響我 他知道這個是我講的事情 跟他所處的世界無關 但是什麼會改變你的生命呢 像我們開這個課 活用哲學 我們是希望用哲學改變你的生命 為什麼 自由嘛 懂嗎 用宗教信仰的話 其實也可以改變你的生命 但是怎麼樣 但是它是給你一套教條嗎 Dogma Dogmatic Life 我們在中文當中覺得教條生活很不好 以前的話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們隔壁的寫神學的人 很多人都寫Dogma 為什麼教條是必要的 是這樣的觀念 如果你不承認物理世界以外的任何經驗 與世界那麼你會損失什麼嗎 我們班有唯物論者 就是針對你會 你覺得你會不會有損失 完全不覺得 所以他是唯物論者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有的人不是這麼唯物論者 像你是不是完全的唯物論者 應該不是吧 對不對 你會有什麼損失嗎 你知道什麼嗎 你知道是什麼損失嗎 你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 可是我如果沒有經驗過的話 你會不會知道是 我告訴你一個答案好不好 寇寇年華我對愛情有所期待 這就不是唯物論者可以達到的 他對愛情無所謂啊對不對 有錢的時候能把林志玲照樣過來啊 這是唯物論者 就是說我就不相信我喜歡的人 贏不到他的心啊 當然去房子先來兩棟 第三棟馬上從飛過來 沒有不敢動的 因為有沒有房子 馬上有 因為有沒有車子 有 說沒有沒有就不要慢慢來刪減 其實這個也蠻好的你知道嗎 比較務實 但是你這個期待 是有心理上的 就是維新的 會計系統也挺好 這就是維新的 你不用舉手 這就是維新 就說我不 就說我不承認物理世界以外的任何經驗 那我會損失什麼呢 我會損失掉我對於生命中的一種莫名的期待 即使白馬王子是誰還不知道 最後搞不好嫁給不怎麼樣的人 也不知道 但是我有期待 然後我這種期待 我認為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在展示 這個很重要 對有些人很重要 對你來講 毫無異議 因為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 對不對 錢多了以後自然 就是我 人生是一個量化問題 這個我告訴大家 其實說良心話 在生活當中我比較唯物 生活中我比較唯物 但是在生命上我還蠻唯心的 這是我基本上的一個態度 那如果上帝不存在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上帝存在的問題 我現在把所有的一神教跟多神教 合在一起的定義 大家知道我的策略嗎 就叫宗教 那如果上帝不存在 怎麼樣解釋宇宙的存在呢 兩者之間 上帝不存在跟宇宙的存在 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我們要共同要問的問題 像學化學同學 你是學科學的嘛 學科學的話呢 那你為什麼很多科學家他們會信教 你不會意外嘛 很多科學家會信教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發覺 當你發現了宇宙的美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當你只要認為這不可能是偶然的 那你就信教了 大家要知道 比如說大陸有很多的外交部長講說 什麼外交官要挑長相啊 還懂得跳舞 從頭給我打仗 挑軍人 因為大陸是個上舞的社會 我們很不習慣 我們長得文周周的不習慣 到大陸都很不習慣 我們寧可死在台灣 也不要到大陸去發財 不要 為什麼 不習慣他那個直接的 直接的認知 我們很不習慣 所以我們這裡頭需要調和 對於我們自己存在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什麼解釋嗎 好了 宇宙不存在 不存在 不管啦 你自己的存在你需不需要解釋 你的生命需不需要解釋 你需不需要 有的人的話 只有兩種答案 一個是宗教 一個是哲學 很多人 很多人他沒有機會學哲學 只好信教 你知道我相信 台大的教會社團 到聖誕節他們一定有活動 台大光起社 基督 天主教徒 台大光起社很有名 而且勢力越來越大 鬧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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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的時候 很多人還要出家當 當牧師去 當神父去 力量越來越大 為什麼 為什麼 很多人對自己的生命 要求一個解釋 沒有機會學哲學 只好學信教 但是這兩種 很多人會以為 這之間是平行的 我現在 我現在 在這堂課當中是要告訴大家 你們應該要學哲學 為什麼 我講的馬上就是 因為哲學是自由的 你學了可以沒有任何儀式 要理解 要深化 很多人說老師我不要 就太囉嗦了 太費腦筋了 但是呢 我又不甘心我的生命是虛無的 如果有人覺得說生命就是虛無的 那我在台灣教過四所大學 說句良心話 如果你不讀台大的學生 在這個社會的壓力下 真的覺得不曉得怎麼回事 真的不曉得怎麼回事 你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教育的價值被我們顛覆了 人類系 社會系 還有很熱門的什麼光電啊 什麼分子 什麼 博士班都沒有人考 招生是零 老師總不能搞一個 在牛背上吹笛子的人來讀 讀光電研究所 就沒辦法 不招了 不要了 招生化的 就對大家對教育慢慢美夢出行 如果對教育沒有價值的話 我剛剛說過 如果你的家庭不能夠滿足你 你的教育又沒辦法給你提供合理的解釋 你不虛無怎麼辦 有時候在台大師本身來講 是這個美夢還正在當前的人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看法 所以你這個虛無的生命 強迫一個人接受他的生命是虛無的 是不對的 經過思想他選擇了虛無主義 那我們沒話講 所以這個是宗教的必要性 好 如果你拒絕上帝 那麼 那我們的生命就是 純粹物理的 演化的 沒有目的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好不好的問題啊 因為很多人 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接受了現代的科學觀 你就接受了生命是演化的 自然是物理的 然後人存在是沒有目的的 其實也 也沒有好不好的問題 對很多人來講 大家喜歡講一句話 叫做這就是生命Celle-Ve 有的人不甘心 少數人不甘心 我就不甘心 生命的價值的話呢 就是說 認為自己生命無所謂 因為你們年輕 可以重來可以亂講 大小事情 闖了天下大禍 只要你活著 留著青山寨不怕沒材燒 還可以來 但是 有人不擔心 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外星人 他們崇拜著神 並且讀他們的聖經 假如透過反應 我發現他們的聖經 跟我們的故事是完全一樣的 那麼這會是上帝存在的證明嗎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這種共同的感覺 大家知道 所有遺神教的故事是同一個故事 亞伯拉罕的話呢 在回教徒有一個名字 如果你打開聖經的時候 就會發覺 有一個欺騙生下的孩子 長子 第一章子繼承 然後另外一個人待在大漠 叫什麼 以嫂還什麼的 就跑到大漠裡頭去了 他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後代 到今天來講的話 你在黑布隆的地方 亞伯拉罕的幕分左邊跟右邊 右邊是 我看 右邊是回教徒的 左邊是猶太教徒的 還進去拜他們 共同的祖先 然後出來以後打得不可開交 同一個 他們是共同的故事 如果你發覺共同故事的話 所以他們沒有考慮 他們這兩個宗教 他們信的是同一個神啊 只是神給的只是不一樣 信的是同一個神 所以我沒有說碰到外星人什麼 如果你碰到外星人的話 他也是信這樣的故事 那你會非常驚訝 宗教哲學就是問上帝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跟大家 我們用哲學的角度來看宗教 我問一下 班同學有宗教信仰的舉手 兩三個 然後這個聖誕節會去教堂的舉手 不多嘛 很少 但是相信自己的生命是虛無的 應該是更少 希望有個解釋 你的解釋被什麼填充了 被你的家庭 被你的教育 被你的陰陽物行填充了 好 好 那麼這個是信仰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屬於客觀的信仰 還是主觀的信仰 上帝存在的問題 我在等一下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我要先介紹主觀的信仰 信仰是主觀的 然後我要再介紹上帝的存在的證明 可以是客觀的 我們就講這兩部分 就講這兩部分 所以說這個問題的話 基本上我是用邏輯來定義 一神教跟多神教 一跟多嘛 就代表所有的宗教 所有宗教其實都是共同的來源 就是有一種共同的靈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們要討論 宗教裡面要討論問題 就是要證明上帝的存在 但是我們證明上帝存在 我們是哲學課裡頭談證明 不是談宗教課 宗教課 或者說是在教堂裡頭 是沒這個問題的 教堂問題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那那個教堂沒辦法辦下去了 所以我們是問說 上帝他的存在是不是可被證明的 證明上帝存在這件事情 是我們宗教哲學的唯一問題 因為對我們來講 上帝存在的意思 包含了這個世界不是純物理的 在物理之外還有非物理現象 然後呢 人的生命不完全是演化的 有一些地方不是演化來的 比如說道德 人的道德不是演化來的 是人與生俱備的 這個像孟子講的 人之益於禽獸者幾悉啊 但是講的道德的部分是人與生俱有的 然後呢 我們活的呢是有目的的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要求做目的 如果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目的的 那這個理解上來講就完全不一樣了 比如說當我問到大家 你為什麼要受教育的時候 同學應該講說 沒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講這種答案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覺 你基本上把你存在的目的否定了 那否定以後的結果 你沒辦法回答 否定以後的結果 然後你就講說 你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但是你還非要努力的用功考到台大來 那很矛盾啊 因為同樣一件事你可以做很多事啊 對不對 所以說是這個 很多人就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我們政務委員唐鳳不是這種人嗎 國中受國藝他們不是就 據說就不讀啦 他就覺得受教育沒用啦 所以做他自己愛做的事情 那有沒有比較好 我也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但是中心信仰上來講 我覺得 在追求生命的完整意義上來講 有人認為宗教能夠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有人畫了透過哲學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管怎麼講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個主觀信仰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叫齊克果 齊克果 Sorenkekega 他是存在主義之父 我在這個課當中提到的人物當中 齊克果是一個 非常非常具有現代性的一個哲學家 這個 聽到他的一個觀點內容 大家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他重要 而且為什麼他影響了我們現在的生命 就說呢 因為齊克果呢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創意的作者 他的作品中呢 充滿了對於讀者進行挑戰的諷刺 我上課的時候喜歡對於聽眾進行挑戰式的諷刺 有的人不習慣 覺得我這個人很激測 不習慣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是我們上課的一種技巧 Provoke 就Provoke你思想 以前 這個我在留學的時候 這個我們哲學用的 因為我們透過語言交流嘛 所以有很多的Rhetoric 很多修辭學就是進行 刺激你思想 然後呢 閱讀齊克果的作品 總是會不斷的出現自我檢討跟反省的感覺 這其實也是我想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上我課的人的話呢 就是要有一種感覺就是必須不斷的思考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上課的時候 我不習慣 我可以容忍同學吃飯 可是我不能容忍同學私下講話 完全無法容忍 我甚至可以容忍你睡覺 但是我沒辦法容忍私下講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私下講話對我來講極其不尊重 因為我的目的就是要你跟我對話 所以我上課的感覺 很多人會覺得用那種 用小兒小女的心理講說 我就是不要跟你講話嘛 你為什麼要逼我跟你講話 這種哲學課就有困難就困難在這裡嘛 懂嗎 就是我們就沒有辦法進步嘛 像我們以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對我們來講 對話本身就是教育中的一部分 所以說好的哲學家就要 要Povoke 你 要故意提出跟人家想法不一樣的觀點 就是 那像這個 故意想起跟人家不一樣的觀點 有人覺得你愛獻 有的人你很機車什麼的 這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是要能夠深化 那其中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他的這個Fragments 就是哲學 他的哲學Fragments最了不起的 就是完全是用對話的方式寫的 像柏拉圖的對話錄一樣 Fragments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就是斷斷續續就對話 對話的路就非常精彩嘛 可以知道你當時的那種對話的情景 像我跟同學在講課的時候 往往時間稍縱即逝 過了以後就沒了 為什麼沒了 因為我們的氣氛到這裡嘛 所以說 齊哥哥是重要的哲學家 存在主義的創始人 為什麼呢? 他一生的 完全獻給有關於人類存在的內在反省 大家完全就了解 為什麼我把他當成一個內在的反省 一個宗教哲學家 最特別的題目是一直不斷的思考 人類面臨死亡的時候 會產生驚悚跟恐懼的經驗 我應該不用問大家 面對死亡你有恐懼的感覺吧? 學會記得你面對死亡有恐懼的感覺嗎? 面對爺爺奶奶死亡你有恐懼 不要說爸爸媽媽了吧 對不對? 這還需要考慮嗎? 人面對死亡的時候感覺上 那種恐懼是人類最主要的特徵 我告訴你 狗倒並不怕死狗 人很害怕死亡 你要想到這個問題 我有答案的但是我不會告訴你 因為這是宗教哲學課 我們講宗教 人為什麼會怕死亡? 許可果的問題跟我完全一樣 你知道嗎? 你如果讀了那個 斯多噶哲學裡頭的那個伊比丘魯學派同時期的 希臘化哲學的伊比丘魯學派 他說你都沒有一個人知道死後的感覺 怎麼會怕死亡呢? 你怎麼會怕一個你沒有感覺過的東西呢? 你怎麼會害怕一個你完全停止有感覺的 那一點就是死亡 然後你會害怕死後的感覺 那是什麼? 不是矛盾嗎? 對不對? 你怎麼會害怕一個你無法感知到的東西呢? 你滑雪 你害怕滑雪 你會知道你摔斷了腿以後會痛苦一段時間 對不對? 好 那就說明了一個重點 就奇葛 跟我們一樣就是懷疑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 宗教本身的存在意義也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要證明上帝存在? 告訴大家 因為上帝存在讓我們活得有意義 讓我們活得有意義求知道 我們到了終點那一天 來臨的時候其實是有意義中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那個基督徒的話呢 他們 告別式的時候呢 那牧師都是帶著歡樂的心情 迎接你回天國 有意義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本來就這樣子 你對於這個死亡的克服 是他們宗教存在的價值 但是我們一般人 對於死亡跟驚悚恐懼 他感到很不解 他充滿了宗教性格 卻對於當時的家鄉丹麥流行的路德教派 的膚淺與致滿感到極為厭惡 同學們你要記住 基督教的發展 按照黑格爾的講法 是人類最進步的一個思想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尤其是新教Protestant Protestant的意思就是反抗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的北歐國家 這之中有聯繫的 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過得最舒服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斯甲尼納威亞國家 都是北歐國家 北歐國家大家看他們的國旗 通通一樣都是十字架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整個新教發展的最後階段 他們是最後信新教的地區 從極度的無知跟蒙昧 變成了極度的進步 到今天來講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要羨慕北歐的生活 你要知道他們是 伸開雙手擁抱了現代性的 那在丹麥 瑞典 挪威 芬蘭 冰島 他們其實都一樣 都是十字架 他們完完全全就是新教國家 但是奇葛果不滿意 他認為他的家鄉 The Lutherans 路德派就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 北歐的教派 充滿了膚淺跟致滿 感到很厭惡 那麼他在一連串有關於宗教的作品中 針對信仰提出了重新的界定 認為信仰是一個完全主觀的事情 並且跟日常思維的理性 完全無關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同學們請在心理上講一件事 放開好 想法什麼呢 就要告訴自己 我們上這個活用哲學課到今天為止 以前所有的理性都不管用了 因為奇葛果認為 要信教 要用一種主觀的信仰 來取代客觀的理性 因為這屬於你個人的事情 我覺得 非要是年紀真大的關係 就是他越講越有道理 我給大家看一下下面一張投影片 這個是 奇葛果的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好 信仰是什麼 我們是講宗教哲學 信仰當中 信仰的目的是為了突破死亡上的恐懼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要突破死亡恐懼的話 就是什麼呢 要是對神存在的一種託付 就是他原先在舊約中對於以色列人 這以色列人講的是一種概念上的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神給我們承諾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按照他的承諾來做 那我們就可以突破我們的生命 那麼在新約中的話 這個承諾擴大到所有的人 這是耶穌作為一個猶太人所做的創舉 本來這個教是為了保護一個特定的族群 所以說現在 我們講猶太人一定信猶太教的這個觀點未必正確 但是猶太教是屬於猶太人的 應該是正確的了 所以你現在講說就人種來講 比較牽強 因為你猶太人也有黃人 白人 黑人 你知道中國也有 開封那邊有很多猶太人跑回以色列去了 你在YouTube上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認為 這個教原來是屬於一個特定的族群的了 後來這個耶穌的話 屬於全世界所有的人 那麼這對後來承諾 在天這個承諾就是七個字信上帝 六個字信上帝得永生 用這條歌就是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親生兒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滅亡反得永生 所有去主日學領糖果的人就會唱這條歌了 我就會唱 好 那麼對於許多基督徒來講 將生命賦予上帝 需要他的神機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神本身就是 神做任何事都叫神機 所以說信上帝得永生 是一個很 說良心話 是一個很偉大 也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偉大的地方在哪呢 因為我們人最渴望的就是永生嘛 永遠活著不怕死亡 那就是永生 那可笑的是什麼事情呢 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證明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信仰不是基督徒所獨有的概念 但是基督教傳統不斷透過理性 發覺這個信仰的內容 創造出獨特的宗教哲學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稍微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我們在上的不是基督教神學 我們在上的是基督教哲學 因為他不斷地在探討信仰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為什麼我們叫 其口果的哲學叫存在主義 其實他自己並沒有用這個名詞了 但是我們要強調說 人存在的真正的意涵 existentialism 這個含義就在這裡 在這種哲學中 其口果最先提出存在先於本質了 什麼叫做存在先於本質呢 就是我們人有一種別人可以定義 比如說我們是人 就是有道德的主體性 有道德的能動性 所以人是一個道德上的一個動物 孟子講的這個叫人的本質 其口果我說人不需要透過本質來界定自己是什麼 人要強調的是他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那所以說我們後來就是很流行叫存在主義 那麼存在指的就是作為一個主觀個人的狀態 而本質作為一個與他人共有的客觀特質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呢 我們的教育當中 很多人都講口號 活在台灣做你自己 我老早就提出這句話了 我說你讓人人受教育 普遍設大學的結果 每個大學用同樣的標準來要求 我根本就沒有特色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每個大學都有特色 你知道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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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點歧視 不過文化大學 中原大學 成功大學 東海大學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都有特色 每個大學都非常有特色 人家文化大學的話就是 哇就是各式各樣的 唉我都不曉得該怎麼講 每個學校都有特色 強調很多遍 然後各個大學發展的目的 都在強調特色 我記得那時候四星 四星還是屬於一個專科學校 但是他非常特色 他是我們所有看得到的高等學校裡頭 黨外的 每一次到選舉的時候出現的報紙 四星專科學校寫出來的內容 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我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 那因為是這個他的特色嘛 那個陳舌文那時候辦報 認為新聞界就是屬於黨外 所以顯得黨外很有意義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的話根本 黨都沒意義了 根本不要說是黨內黨外了對不對 就是都沒特色了 你現在說你現在仔細分 台大工學院跟陳大工學院 你一想忘掉了 不知道差別在哪 只知道一個在台北一個在台南 那這叫什麼特色呢 我以前到東海去讀書 哇那個學校非常有特色啊 人家教英文那才特務軍人 我們英國全是美國人在教啊 他嚇了一跳啊 有特色 每個學校都有特色 不管跟經濟發展沒有什麼關係 都不懂得亂蓋 弄了半天大家都一樣 現在你講 你現在讀學校 像我們現在讀台大很容易 因為四個博士班找不到人啊 對不對 那奇怪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又怎麼沒特色啊 對不對 就這樣 人家哈佛有特色啊 貴啊 你媽沒錢你就別進來了 對不對 有特色 好 那麼人就要有特色 每個人都主管 這個很重要啊 對不對 你能說不重要嗎 說你們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我記不清楚誰是誰 你們罵人家王八蛋還侮辱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說我看了好像 對不起 前年你好像也來我課上 沒有啊 我是第一次 說你們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老師你什麼意思啊 講我沒特色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這樣 為什麼大家穿衣服 討厭 撞山 強調特色 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Uniqlo買衣服 怎麼可能不撞山 對不對 好 對奇怪而言的話 存在利益充分顯在一個人 在面對上帝關係的主觀抉擇 而日後的存在主義者 把這層意義轉換成透過個人自由 選擇實現自我的歷程 海德格拉薩特拉是這個意思 好 齊克國認為信仰的對象 不是神的存在 而是與神所守的約蒙 很特別啊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 他的宗教哲學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宗教信仰跟哲學批判之間 是不一樣的 本質上不同 很多人搞不清楚這一點 以為哲學跟神學之間是有相關性的 搞錯了 完全不一樣 第二個對死亡的信仰的協調 對死亡恐懼 對不存在的驚悚 協調 第三個信仰的內容出現 福音的吊詭以及對於存在的懷疑 這他基本上三個內容 我把它節省為三個部分 那麼對於生命存在與信仰所進行的哲學反省 死亡與信仰的協調 第一個 原來信仰 因為我們班上 大多數人都沒有基督教信仰 少部分人有 但是我們全班包含我在內對死亡都感覺到恐懼 對死亡感覺到恐懼 沒有人對死亡不感覺到恐懼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原來我們要有追求信仰的力量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信仰的力量就是為了讓我們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 結果不但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連信仰都成了問題 很多人發覺信仰沒用啊 限了個半天沒有保證沒有保障 不管信什麼教的人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們對於死亡所感到的慶寵跟恐懼來源不是痛苦 而是對於不存在感覺到恐懼 這個我覺得分析實在太有道理了 你為什麼怕死亡你知道 怕你死掉以後你父母難過 你怕你死掉以後你的子女難過 你怕你死掉以後你的朋友感覺到悲傷 你害怕讓他們感覺到悲傷 所以你就選擇了不要去死 要維持著整個社會的架構 這個維持著整個結構 否則的話我們為什麼會害怕死亡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面對 我們退位了以後 別人會感覺到我們不存在的壓力 好 那麼最嚴重的是在面對死亡的恐懼時 我們基本的態度是很無奈的 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命運 一命二運三封水這個是很虛無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哎呀人生自古誰無死 就是這個好像到頭來都是一頭吃一頭拉 最後就是死掉了 感覺上很沒有意義這樣子 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命運所以這個是 就是 好 那第四個為了要克服這些恐懼 我們必須要回歸信仰本質 面對死亡的意義以及追求永生 基督教的發展的這個社會文化 我不曉得 我最近看到一篇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大陸的鄉下民間農民社會 哇 93%吧 信基督教了 現在基督教在大陸非常普及啊 溫州都快變成中國的耶路撒冷啊 嚇死人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人啊 雖然你是唯物論者 但你到老你就知道厲害了 人自己沒有辦法 你現在是年輕啊 你到老你會有需求一個超越自己的力量 為什麼超越自己很重要呢? 因為你會發覺 當你這個齒牙動搖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法蒼蒼色茫茫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其實你不是萬能的 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要有一個力量讓你能夠知道 你活的是有意義有目的的 因為你唯物論者沒有意義沒有目的啊 你久而久之的話呢 你會發覺你存在的價值是有問題的 那麼你要追求 你要給你的信仰提供一個地位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至少我看到在歐洲的話呢 教堂裡面望彌撒都是老人啊 年輕人都不信的 到老了就開始信了 為什麼? 知道自己限制了 所以說這個找到信仰的力量 所以原來的信仰中就包含了 我們跟上帝的約定的承諾 但是問題是如何實現 達到解放與救贖的目的 怎麼樣要實現這個目標 那麼這個是一個嚴肅 而且極為有意義的問題 就是我們強調 宗教哲學裡面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達到永生 那需要真正理解約定中的內容 以及在所包含的幸福 信仰中的唯一條件 就是新教倫理中所指示的無條件的幸福 大家知不知道新教堂跟舊教堂 天主教教堂跟基督教教堂的區別在哪裡 知不知道區別在哪裡 天主教教堂裡頭 哇 雕梁畫棟到歐洲去看 所有的藝術的瑰寶 全都在教堂裡頭 每一個主教還弄著雕像啊 武像的什麼的 畫一大堆那更別講 基督教裡頭就是一個十字架什麼都沒了 什麼都沒了 信仰就是無條件 不需要你 這個區別在這裡 新教當中的無條件信仰 是齊克國所討論的問題 就是說相信 因為他把這個無條件信仰 當成了他這個哲學理解的一個初步的階段 各位同學 如果你想出家你嫌煩了 有錢沒事跟你想出家 你知道你出家去當和尚或是比丘的時候 如果你空空如也一到了什麼成天室講說我要出家 不會有人理你的 有人理你的話就是先拿一個拖把把全山拖一遍再講 你這時候大概已經掛掉了 早就原集了 你想出家 所以我想出家然後問早上幾點吃早飯 那你還是去養老院吧 沒那麼簡單的 你首先 你首先要跟人家的大和尚小和尚都熟了 平常法事做了不斷了 奉獻貢獻不斷了 這個才是重點 然後這個信仰 無條件信仰拿這麼簡單的 所以說是環境當中 沒有奉獻犧牲 想要進入三門門都沒有 是有條件的 但是呢 你對於這個新教倫理當中 他強調的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能說沒有教會 但是教會就是幾個人在一起 所以大家有聚會所他們就是沒有教堂 就是幾個人在一起 晚上你突然聽到夜深人靜突然一群人在那邊 亂喊的 大概就那群人 就是這個 他們會覺得說他們需要 必須增強力量 但真的無條件 你個人也行啊 個人也可以 所以說是 好 那麼齊哥哥對於恐懼由來的解釋 個人 信仰內容 相信福音傳播福音是我們的責任 這個是宗教說的 但是我們對信仰的信心跟我們企圖獲得獎賞 問題來了 大家都怕死 死亡有恐懼感 唯物論者你聽著 有一天你也怕死 現在就怕死 你現在就怕死 很怕吧 怕得要死 這個也很唯物啊 然後你到那個教會講 突然有一個人講說 信上帝德永生跨越死亡的恐懼 你聽了感覺上有沒有感覺 不負責 誰不負責 信仰教的嗎 不負責 你呢?你比較負責 我不知道我有多負責 可是我覺得信仰教 為什麼他們不負責 他把他最無奈的東西 就完全 有點像無條件想也不想 就交給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 所以他不負責 他最無奈沒有辦法解決的東西 我剛剛講過無奈啊 就是這就是我們的命啊 對啊 無奈啊 然後呢 但是他講的東西你想不想要 不要講他 講你 說信仰帝德永生 這六個字出現在你眼前 你想不想 想不想要 不想要 那就不怕死亡了 我超級怕 可是我說永生比死亡 但是有一種辦法可以突破死亡 你要不要 永生不是突破死亡 永生就是 就突破死亡 不要永生了 信上帝突破死亡 不是 有差別 我還想過永生到底有多糟糕 永生這樣也 永生就是不死啦 那比死亡還更糟糕 即使你永遠的青春什麼奇怪條件去掉 沒有啊 永生就是你一直繼續活在上帝旁邊 你的靈魂在啊 肉體不在啦 你永生那你的生命就等於沒有意義了 你沒有死亡就沒有生命了 永生生命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你的希望 還不如一起通通沒意義就算了 變成虛無主義者 我先問你 你的死亡有恐懼 然後你問人家 假如你變得非常有錢 你問人家說 有沒有辦法去除這種恐懼 我不會這樣問 我先沒辦法 假如有 假如有 宗教嘛 你到老了你就會討論到 有沒有可能去除這種對死亡的恐懼 對不對 你要問這個問題啊 問都不會想問啊 就嚇到死為止 問啊 問啊 當然會問 我也會問啊 我沒錢我都問了 不要說有錢啊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是在哪裡呢 其實我講說 哎呦 問題來了 就像你講的 這些傳教人不負責任 為什麼不負責任 信上帝得永生 差別太大了 你知道嗎 一個買一顆糖果的價錢 可以得到整個金子打造的城堡 永生 上帝太不划算了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交易呢 你講信 我就信了 信了 永生了 永生了 幹上帝了 永生了 哪有這種交易的啊 這不跟無賴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講說 你要得永生的話 那你就是 一個有限的生命 如何獲得上帝的承諾 你憑什麼 上帝為什麼要理你 如果他有回應你的話 有方法幹嘛告訴你 幹嘛讓你突破 大家都一樣啊 都很無奈啊 為什麼你要單獨突破呢 啊 這就是問題 他說福音的弔詭啊 弔詭 paradox 說小代價大回饋 因為信仰就換得永生了 你說我信 你知道你信不信 我信了 我告訴 我不曉得每次到美國多少牧師 Pastor James You are philosopher You know everything Why don't you believe 經常問我這個問題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說I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我真的是很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只要一講信Yes I do 有一次有一個 有個牧師在拉著我 他說我講話你都聽不懂 我改講方言 我講說什麼方言 他唸一大堆咒語 我說哇塞 我本來還有一點意思 現在我馬上就要走 他用盡辦法 我說我問的問題 不是我信不信的問題 我說怎麼樣信得有效用啊 有用啊 你問的也是這個問題啦 對不對 你會覺得他不負責任講說 你自己根本就是出來招搖撞騙嘛 你憑什麼證明你能夠得到真正的永生 你證明給我看啊 對不對 在這一點上來講 我很同情 所以這個是恐懼的由來 為什麼 這是我們對存在意義的懷疑 就是說我們對意義當中有可能得到永生嗎 有這個承諾如何實現這個承諾 我們跟上帝之間的第一 怎麼可能做到呢 這是你個人的問題 不是大家的問題 所以我們請同學注意 第一個我們不談哲學的理性 第二個我們不談集體的社群 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只講的是你個人主觀的認知 這是你個人認知 就放在課堂來講 我們只是能夠欣賞一個存在主義的方式 所以七個國反對三個對象 第一個教會 我剛剛說過對路德特教會他很有意見 傳教人認為當中 不理解人民的真實的生活 第二個中產階級 為什麼強調中產階級 我告訴大家 我問了大家很多的觀念 傳統道德的價值 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社會主義的覺醒青年 你就不會相信傳統道德有價值 什麼人相信傳統道德有絕對價值 有錢的中產階級 社會安定 這個是你做夢都沒有想到 這個價值 像我跟你講 我們學校的學生家裡的環境 基本上 你知道我們學校這個清寒虎 就是不拿學校給的錢就活不下去 不到百分之零點七啊 在台大校園內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的這個後代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傳統道德的價值 還會haste it 這是你的利益嘛 如果每一個人的話 都是天天搞革命的話 大家一起穿拖鞋的話 那還得了啊 對不對 現在我們朝這個趨勢前進 但是你們有義務站出來捍衛 對不對 我說實在話我覺得非常好笑 你知道台大青年帶頭搞那個社會主義 你看這些都是幾年不畢業的人啊 真正有辦法 誰跟你搞這個啊 神經病啊 整個社會穩定一下對你的發展 你本來就已經比人家強了 你的發展就比較好啊 你會有這種觀點 我們在課堂中講到社會政治哲學當中 特別提出這一點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中產階級是一種虛榮代表虛偽的人物 他對於自己真正獲得永生這件事情 他其實真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維持他的階級上的優勢啊 這個是真的啦 同學們有意無意透露出來 受教育人跟沒受過教育人還是有差別的 這個就是階級上的優勢嘛 這個可以理解 黑格爾哲學是最重要的 黑格爾哲學 我們這個課堂當中沒有講過黑格爾哲學 不過系統化的哲學 19世紀的主流哲學 宣稱以理性取代感性的哲學 這三點 那麼 因為中產階級代表了新教也代表了系統哲學 所以就成為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好 齊克爾果批判 齊克爾果認為 這個批判非常重要 也是唯一獨一無二的 所以講到齊克爾果的哲學 是等於算是哲學的界限了啦 真理是內在的主觀的 而不是像黑格爾哲學所顯現的那般 以客觀與理性為主的哲學 哲學系統所顯現的真理 以追求客觀性真理為主 但齊克爾果反對客觀真理 強調主觀真理 為什麼能夠強調主觀真理 因為大家心裡想要追求的 都是個人認知下的結果 這個對你來講 很不好理解 你年紀不夠大 不過大致上來講 齊克爾果認為 信仰無需論證有效性 不需要論證喔 信仰不需要論證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你不會對於教徒 比如說你到了佛光山 不會當眾大喊 無知的信徒們 信仰是大騙子 你不會講這種話 你講是在課堂中講 你不會跑人家面前講 為什麼 因為人家說信仰的有效 然後論證的有效性 是他人站在那邊 就有論證的一切 他不需要有效 不需要客觀性 所以說不需要客觀真理 而且不需要論證 因為什麼呢 你在意的不是真理 而是救贖啊 這是你在意的部分啊 這是你在意的部分 你們現在年輕啊 對不對 就是說 救贖是我們在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 而且要達到救贖的方式 所以你看那個禪宗多厲害 大神佛教禪宗在中國開發 結果有個頓悟的概念 多厲害啊 不需要修煉的啊 對不對 頓悟 突然懂了 這個感覺實在是太厲害了 英雄不論出身低或高 頓悟就可以了 這個是情況跳躍式的論證 所以說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齊克國對黑格爾的客觀真理展開批判 他認為所有追求真理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講求個人的特殊性 不是所謂的普遍性 他說 信什麼跟如何信一樣重要 如何信就是真理的標準 那麼為了求真理就必須要用熱情 無條件 無保留 無懷疑的態度 相信上帝的允諾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說要信仰 大家要知道 你很難想像 但是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強調一件事 大家都喜歡移民美國 很少有華人真正融合到美國 住在洛杉磯或究竟山的華人 他們沒有辦法融入美國社會的真正原因是宗教 因為能夠移民到那邊去的都是有錢人 學奠基的 學科學的 學工程的 到那邊去以後他是 叫他去接受無條件 不懷疑 然後又全心全意的 不保留去信仰那個宗教 很難啊 大家要了解 我曾經 不斷的告訴大家 你想了解美國社會 我告訴大家 美國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 美國是個大教會 美國的創立就是為了宗教上的自由 美國原來是個極大的教會 美國原來還選擇荷蘭、萊登 作為他們移民的地方 英國的秦教徒 後來發覺那邊還是有宗教上的限制 所以美國就跑到了新大陸去 本來很苦的 非常苦 苦到人吃人的地步都發生過 但是 要融入美國的社會的那個教會的融入的感覺 那種認知啊 那種無條件 那種無懷疑啊 那種無保留的態度啊 實在是難啊 這是一個個人認知的結果 一般來講 你只想到了美國這個好那個好 大家慢慢 我不曉得你現在有沒有注意到 我那一代的人陸陸續續就回來了 陸陸續續啊 這個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座很多人是跟我同代的人嗎 他們都知道 因為你容不入人家的社會 光說人家的社會好 大家聽起來覺得很奇怪 信上帝得永生 無條件 無保留 無懷疑 哇 說兩性話 這是你個人的事 不容易啊 那你目的是為了追求 克服你面對死亡的恐懼 那你原來在中國儒家社會就有了 我們的集體道德 所以我剛剛問大家說 我們傳統道德什麼價值嗎? 沒有人說得出來 傳統道德就是讓你克服死亡的恐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信仰啊 對不對 加入圖書館的管理去 就是我們的信仰啊 這個信仰多好啊 去哪裡訓練到這麼好的信仰啊 為什麼現在不移民的人反而 我們的全民健保這麼便宜這麼好 所有的醫生都不敢不愛你 他只要敢講說 你神病關我屁事啊 我時間要下班了 一講一拍下來一錄下來不得了罵翻了 傳統道德的集體安全感 比宗教還強啊 你在外國任何一個個人主義社會 你在美國看病 你拿不出保險來 你去看病 你不要做夢了 好 那麼所以對於 其實跟我來講說西方的社會 所以說這個信仰是跳躍式的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大家要追求 吸引宗教的人要追求就是永生這件事情 因為我個人覺得永生沒有很吸引人這樣 聽到沒有 永生沒有吸引人 但是他講說我個人覺得永生不吸引人 那就不要啦 一頭吃一頭拉死了之後兩腿一撐就結束啦 那就不要啦 因為我們講宗教信仰 齊克國最偉大的地方是主觀的信念啊 什麼叫主觀 你個人啊 像我從來都沒有跟大家講說我個人認不認知啊 我們在座還有很多同學 基本上認為說找死找超生啊 也有這種人啊 覺得這倒霉啊 生活在這個 大家講說七字頭的人真是衰啊 活在這個沒有前途的世代當中 最好找超生啊 活在一個什麼世界大戰之後再開始 進入什麼人口紅利時代 那不是好多了嗎 也有人這樣想那是個人的問題 那是個人的問題 人跟神之間 沒有辦法 你來說你要什麼東西 你個人的選擇 所以這一切都是主觀的 沒有證據沒有證明 沒有理性 人跟神之間有限跟無限差別 所以人對上帝的理解 超越了我們理性所能夠契集的 很多人覺得說 老師啊 你上這個課當中講的道理 我聽不懂 哦 所有的課當中 只有這堂課我聽到這句話最爽 我就是要讓你聽不懂的 因為已經超越到了人的理性的界線 我自己都不懂了 我怎麼會讓你懂呢 這是我自己對於生命的 我也一樣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智慧是經由人而學習 信仰需要的卻是天啟 所以跳躍的理性 沒辦法立即於論證 那我告訴大家什麼事情呢 請大家看 這個對比 這是這個情果的對比 就是世俗真理跟宗教真理是對比 智慧跟解脫是對比 像有的人很有智慧 唯物論者是一種智慧的展示 但是解脫 卻不是智慧了 那麼客觀性跟主觀性 理性跟信仰 那麼這個是指出哲學的限制 哲學限制在哪裡 就是世俗真理、智慧、客觀性、理性 本身來講是哲學限制 所以同學們要知道 哲學為什麼在很多地方 在我們的社會中不能深化 我提出常識性的答案 請大家記住 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有傳統道德 設為一種宗教 在這個宗教的面前哲學顯得微不足道 對不對 在這個傳統的宗教面前哲學顯得微不足道 沒有實際上的價值 大家覺得說你講那麼多真辯的道理 我們一下子就掌握到了宗教的道理 就是完全主觀不需要論證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哲學家注定在台灣要很搞力而死 很乾枯的最後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對於那種透過智慧 透過客觀性、透過理性 早就沒興趣了 民間信仰的人非常強正 就是大家常常在討論政治選舉的時候 沒有人去討論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 沒有人去討論什麼 什麼國父論 或是John Locke的什麼治理論 沒有人討論政治哲學 通通是跟著一起 跟著閻清彪一起在鎮藍宮裡面 拉轎子跟著跳跳跳 對不對 大家發覺選舉就是動員 動員最有效的力量就是宗教 宗教尤其強悍的是民間宗教 所以這個社會本身來講 這就是原因 我們的社會不會進行 韓國不一樣 韓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 韓國百分之百九十的人是基督徒 一直不斷地用哲學的方式 來問自己跟上帝的關係 知道這個答案嗎 這是我I tentatively give myself an answer 因為我完全不能夠理解 現在我就知道了 這對我來講是存在主義式的問題啊 你知道嗎 我面對這個困境我非常非常難過 大家非常給我面子 沒有人站起來大罵 罵謠言禍眾 扯了一學期了 裝得一副很努力的樣子 有個屁用還不如言情標了 東瓜標了 懂了嗎 對我來講也很無奈啊 對不對 搞了三十多年的學問 人家發覺事實上的態度也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環境中 其實我對於信仰的謙誠 蘇格拉底跟耶穌 教師跟救主就我了 知識的正存在我們的意識當中是偶然的 但是救出不一樣 它的正存在我們的靈魂之中是必然的 我跟你講 我現在要問大家 用理性來追求知識 當然很重要 可是用理性來追求宗教知識是有限制的 如何了解這個限制 對不對 我感觸很強烈 我就是教師嘛 對不對 我可以沒有知識 但是我不能沒有救主啊 你認為我這個推理有沒有問題 大致上是對的吧 同學你說說看 我這個推理是有道理的吧 在你個人來講出道理 個人是你還是我 對於有信仰的 對啊 所以既然有信仰的幹嘛還去讀哲學書呢 已經有答案了啊 對不對 有道理的你知道嗎 就我們說那個我問大家 我整個是有安排的 我想了很久 我問傳統道德 你個人你講不出道理來 但是你集體你會發覺說 他讓社會安全安定啊 是不是這個道理 是不是一聽啊 原來難怪我們這個社會哲學不會進步 所以老師你不要難過 你教的不錯 但是我經過很大的努力 我做了很大的嘗試啊 所以說你看 我不需要蘇格拉底 但是我需要耶穌 求知欲跟追求生命的意義的欲望 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以這個緣故 所以說信仰的跳躍 所以對於其他我來講 為什麼這個 leap 這個跳躍這麼重要 因為跟著民間宗教不一樣 民間宗教它是不用理性探討的 基督教常有當中 一直不斷地在問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一生在準備 需要上帝的這個時候的一跳 這一跳 不在於論證或是證明 只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所以追求救贖的目的已經強烈到 沒有蘇格拉底式的知識導師 但是通往救贖的道路的神子 就是耶穌基督 相信神把他的兒子賜給我們 讓我們突破了死亡的這個信念 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但是他已經證明了 這是屬於你個人的問題 所以大家知道嗎 從理性 為什麼我們把今天的課程 放在我們活用哲學的最後一刻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真正的重點 我們這個社會沒有辦法學習哲學 我滿悲觀的 所以我們從此以後 我們最好在路上都不要見面 大家免得一竟然講起來 唉 長叹一聲 就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宗教原生來講 沒有透過理性來發掘知識內容的傳統 馬上就得出答案了 那既然有答案也不需要跳躍 那還需要什麼哲學 所以同學們上課的態度 無奈無知 茫然都正常 這個環境很特別 所以這種對於追求 理性的追求的過程到達了一個極致 我一開始跟大家上課講 我們上課的次序是真、善、美、聖 對不對 今天到達聖的階段 原來知識是有限制的 論證 不是必要的 理性 是有它的偏執的地方 因為人真正要求的 是對於生命上的理解 所以到達最階段 有關於證明上帝的存在 剛好相反 這完全就是在談客觀的部分了 我們前面講的是主觀的道理 但是基督教傳統 大家都講說老師你一直替基督教做多 基督教的話 有什麼理性的部分 客觀的部分在哪 我跟大家強調 重點是透過基督教傳統 有關上帝存在的論證 發現有關於神的存在 不依附在天啟 而依附在理性的論證 原來基督教在中世紀哲學 因為他們就是傳統用理性的方式來證明上帝存在 我舉三種 三種 舉了以後就會反證 但是要告訴大家 三種 本體論的 St. Anson 宇宙論的 St. Thomas Aquinas 還有這個 William Pelley 設計論證 本體論宇宙論跟設計論證 本體論ontological argument 這個字很複雜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本體論論證 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論證 充分顯現西洋哲學 依附在歐洲語言上 有關B動詞所引發的結果 這個議題包含西洋哲學中有關存在 存有論討論的核心問題 定義是不是包含存在 比如說本體論基本上依附在一個套套邏輯的定義上 我們來論證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定義是不是包含它的存在 我們說孫悟空是一個本領很大的猴子 文天祥的話是一個很會打仗的文人 然後我問說孫悟空跟文天祥哪一個人比較愛國 聽完以後你會想一下 但這個問題已經出現它的荒謬 能夠被定義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被定義啊 但是能夠被定義的東西代表它一定存在嗎 當我問到第三個問題的時候 文天祥跟孫悟空哪一個人比較偉大的時候 你嚇了一跳 你只要去一想你就已經犯了這個錯誤 這個叫做本體論 本體論是ontological 就是存有論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裡了 就是定義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上帝 上帝是一個沒有 比想像中還要大的東西叫上帝 然後在這個想像中如果這個存有者 只存在於想像中而不在實際中 那他一定小於那個既在想像中又在實際中的存有者 所以上帝的話既然你能夠想得到他真實就一定存在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能拿你當標杆啊 講到這裡你聽得懂嗎 上帝是一個大到最大的比任何事物都大的 那你在想像中上帝存在的 信徒中的心中想像的存在 那我問你只有在信徒中的想像存在的上帝大還是 既在信徒的想像中存在的上帝跟實際上存在的總和 前者跟後者哪一個比較大 後者比較大 後者除了想像外還包含實際的存在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上帝真實存在 所以上帝真實 因為這個肯定是定義二的 所以定義三是不可能的 因此上帝的定義包含他必須存在著真實 這個就ontological argument 非常有名的 非常非常有名的 聽起來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聽起來覺得好不好笑 蠻精采的 蠻精采的 對啊 這是哲學的論證 這個是客觀論證 這個倒是任何人講 沒辦法拒絕 因為你數學頭腦好的話 你沒辦法學數學人一聽 沒話講 定義的東西 比如說我問大家 孫悟空跟文天祥哪一個比較厲害 你一聽 這樣子講起來的話 好像文天祥其實比孫悟空還厲害 因為文人又會打仗 孫悟空只是一個猴子 猴子能夠厲害到哪去 就覺得 但實際上你已經陷入了 只要有定義就可以有存在的這個問題 康德認為 定義必然包含存在的論證是自相矛盾 因為存在是經驗中獲得的存在 而定義是思想中獲得的概念 那思想中的所有可能性都具有存在本質 那麼只要能夠被定義的就必然存在 這是混淆了 我用宅男作為一個定義的說明 宅男就是不出門的男人 跟代表會用存在命題 綜合命題 就是宅男是會用電腦的男人 就是隨便 因為老師對於現在的這個定義不懂 這是因為我的助教 當時跟我舉的例子 我們討論後 他認為這個例子很清楚 那我自己一看的話 我感覺上好像兩個都是定義一樣 但是不管怎麼講 綜合性的命題講的就是經驗中的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有宅男嘛 我電腦確實蠻強的 所以就姑且這樣認知吧 一個是綜合命題講經驗中的 定義上的話就是宅男就是留在宅內的 就不出門的這樣子定義 所以你定義中的內容跟 綜合經驗內容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形式的一個是經驗的不一樣 那麼分析命題是套套邏輯 純粹形式的 那綜合命題是經驗察覺 靠感覺發現的知識可能出錯 所以兩者的混淆是這個論證的問題 這是第一種 San Ansem的這個ontological argument 也就在基督教世界封行了四百年啊 這不是開玩笑的 好 第二個 這個我們講到溫天祥跟孫悟空的例子 這還是問題 第二個論 第二個證明 這個證明的話呢 叫做cosmological 宇宙論的證明 其實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自然神學的證明 也是很 就是先有季還是先有淡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說 他是 San Thomas Aquinas 受到亞里斯多德的論證的影響 亞里斯多德的話呢 他有一個定義的 the first cause 第一因的問題 比如說 你哪也來的 是我爸媽生的 你爸媽哪也來的 我爸媽的爸媽生的 這樣 然後一直講說你爺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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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的爺爺的哪來的 那到最終 到最終 整個宇宙都是這樣子來的 這個宇宙的關鍵點 是有一個死的他們一切都成為可能的 那個原因叫first cause 第一因 第一因就是上帝 就這樣來的 就是我們透過經驗觀察到事物在周圍移動 等一下下課一想啊 站起來走啦 我也走了 你也走了 移動 我們透過經驗觀察到事物的發生都來自於先前一件事情的因 本身是果 因果論 因果 因果 我們現在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唯物論跟唯心論當中 其中因果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唯物論者是不問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只問說一切事物的次序 唯心論者會覺得真正的原因是上帝 上帝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好 那麼我們透過經驗觀察到 至少有些事物的存在不是必然的是偶然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我運氣很好 能夠做大家的老師 我很感謝 你運氣很好 考到台大文化學系 你本來考不到 不是 你有可能考不到 對不對 像 這個如果你當年七早八早移民了 你就沒機會來聽課 所以每個人都是很偶然的 都是有很多選擇 比如說各種情況 如果今天天氣突然出現了暴風雨什麼的 大家就沒有機會 所以這些都是偶然的因素 使得我們能夠在一起 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 如果這些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移動 這些改變 所以英國跟偶然系都發生在一連串事物的結果 那麼我們問 這一連串事物當中的最初狀態是什麼 有沒有必然是他們發生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 一支是沒完沒了地 回溯 所以必然會有一個存在物 必然喔 必然有一個存在物 他當然就上帝了 只推動自己不動 然後導致其他的原因 但他自己不是不受到其他原因 純粹屬於必然而不是偶然的 這個叫做first cause 這個叫做cosmological argument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種證明上帝存在呢 就是強調 基督教本身的神學傳統 是非常強調哲學理性的 你剛剛強調那種本體論的論證 哇 所有讀過書人都知道這個論證有效 一聽就覺得哇 這個有效 所以才能夠 然後這個 這個St.Thomas Aquinas 12世紀重要 十二十三世紀重要的神學博士 好 宇宙論論證的批判Hume 就是我們知識論的批判 David Hume 他是有名的懷疑論者 反對因果論 反對歸納法 他認為 反對歸納法是我們第二個題目 知識論上過的 在回溯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後 硬要說這些無止境的因果關係 來自於一個第一因 這個說法是荒謬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有能力一直回溯 但是沒有能力把所有回溯內容 匡起來 bracket 然後在前面擺一個原因 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這個第一因不受時間跟空間的限制嗎 我們沒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些因果之間的關係 歸結為一個整體 然後再賦予一個第一因的做法 是心靈強制這麼做的結果 同學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心靈有可能強制我們認知很多事情 其實這個是所有哲學跟自然世界中最大的問題 唯物論者是懂了科學知識以後 發覺根本就沒有什麼舉頭三尺有神靈這種鬼話 就發覺沒有 為什麼 但是我們的心靈會強制我們 比如說很多人講說道德的存在是必要的 道德存在必要的 然後但是道德的來源不知道 說是演化的 演化半天演化不出道德來 因為演化的過程中只有人是自私的 沒有出現什麼利他主義的 沒有出現利他主義這種概念 也因為這個緣故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對於道德世界的認知 其實都是一種心靈強制的結果 對不對 我覺得Hume的這個懷疑論 我跟大家同學講 我明天上我們的懷疑論課也要上最後的結論是Hume 我認為真的能讓人達到現代性的科學訴求的就是David Hume 大家可以注意去讀一讀這個英國人蘇格蘭啟蒙的重要哲學大師 他可能是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學大師 他這個觀點 但是心靈的強制完全不會影響自然事物的真實情況 這句話是最重要的 心靈可以強制我們做很多事 但是不會影響到我們對真實的認知 所以同學們可以非常了解到 我們在整個活用哲學的問題就是要把心靈的強制部分給抓出來 然後仔細問到真實的自然是什麼 對不對 否則的話在台灣一直不斷地陷入了這種有關於心靈強制的結果 像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覺得很無奈 明明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是非這樣做不可 明明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怎麼樣都做不出來的結果 我跟大家強調一個我自己這幾天認知 因為我們最後幾分鐘 我最近感觸很深刻 因為我們在台灣很多青年人 完全不能夠了解 大陸的這一套 搞得這個樣子 居然還要用這一套來對我們招手 要我們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我因為2015年 兩年前 2017年剛過 跟大陸紀錄所大學合辦了一百年的新文化運動的五場會議 北京啊 浙江啊 復旦啊 安徽還有台大 在那幾場會議當中我看了很多 一百年來 所有的知識分子 尤其是留學生 對於中華文化的恨鐵不成鋼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中國的熱情跟勇氣 我看了以後我恍如隔世啊 為什麼 因為我發覺 大家那種 舊王屠存的那種 心靈強制的結果 產生了這一連串百年來的後果 竟然跟事實真相的脫離 比如說悲天悯人的情懷 然後 為了貧下中農而 哇 那個時候整個歷史當中看 所有留學的 有錢人的小孩 大地之下 吃香喝辣的 通通站起來支持這一場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我經常在想 這個 人的這個悲天悯人的情懷 究竟是心靈強制的結果 還是事實中的一部分啊 你知道我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感觸 因為我讀了KUME的東西以後 發覺這個是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在活用哲學當中 我們有很多事情的話呢 是我們強制心靈的結果 有一些事情你在認知當中 不可以這麼感情用事 的同時 你會發覺它有實際上的力量 我每天都在讀這些書啊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講 我每一次看到有覺醒青年站出來 也有勞工問題站在街頭上 我就在想 為什麼這種社會主義情懷的這種訴求 力量總是比比較強大 你不跟人家講說 大家都有飯吃的時候 你雖然少一點 但是也有飯吃 不行 要不然就一起沒飯吃 要不然就一起有飯吃 我的感覺上 這是一種心靈強制的結果 同時知道我的隱身的感覺嘛 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強烈的感覺 因為這是我目前面對最大的問題 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 所以我這堂課這是對得起大家了 講了很多心裡的想法 那麼 所以說 接著下來我們要講第三個 上帝存在的證明 William Paley 就是說它有兩個前提 前提一 一個人照物的時候所顯現的具有目的性功能 比如說 某一個同學他要設計一個產品 設計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它就有功能 這個功能要能夠賣啊 要能夠用啊 要能夠吃啊 要能夠玩啊 要能夠享受 然後 這個直接顯現出如下的證據 就是照這些事物的人在其所造的事物中 顯現出他的知識 顯現他的目的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前提二 這個世界中包含了許多自然的事物 例如說 大到太陽系 小到人的眼珠 組成當中包含了很明顯的目的性 我們甚至可以說啊 整個宇宙都是一個包含強烈目的性的組成 整個宇宙啊都有強烈的目的性 比如說 大家 我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看這個 這個紀錄片的頻道 有一個我們家裝的那個 應該家庭鋪都有 第四台有一個BBC Earth 這個頻道太棒了 這個我看這個頻道 哇 我真是每天有事沒事的喜歡看這個頻道 太棒了 除了釣魚頻道有點低能以外 其實大部分都很好 在釣魚頻道真的是最好看的 他裡面是講說整個地球的起源 要找到第二個技球 要真的是像天文數字一樣的巧合 溫度啊位置啊人種啊發生的情況 不應該發生這樣子 就這種巧合 這個包含了強烈的目的性 所以說這個目的性當然是一個宗教的一個來源跟基礎 那所以這個結論說正如同一件成品的製造人一般 世界作為一件成品 也有一個製造存有者 就是上帝 這是這種叫做 所以我剛剛問大家 問那個同學說科學吧 是發明還是發現 按照這個講法就是科學當然都在發現 不發明因為上帝把這個目的製造出來了嘛 有很多人就會 這個當然講發現當然是有一點宗教意味 對不對 講發明就是也說明了你就不信基督教 你發現上帝的一切叫Predetermined Order 你就可以完全了解他的那個發生的過程 好 所以設計論證的直接的支持理由 就是科學的成就 科學的成就讓我們認為自然中所顯現的規律 就是個有目的性的設計 是嗎 問題是這個目的是什麼 它不會隨著科學的發展 而出現了革命性的轉變呢 這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上帝的意向會伴隨著科學的轉變 而轉變嗎 那科學所提供的圖像 就一定是固定正確的嗎 所以科學呢 是發明還是發現 自然呢 那麼這些問題 是很有意思的問題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呢 會感覺到地球中的一切 人的一切 地面上長東西的一切 都是有它的一個運行的規則 那人如果發現了這個規則 就可以好好利用它 達到我們所謂的進步 那這樣的進步的話呢 是不是就成就了我們存在的價值 我做一點結論吧 我們大概上 我做一點結論 這是我們這學期上課 最後一張投影片 那我做一個結論呢 就是說 我們講宗教哲學的問題 我覺得 首先第一個 宗教 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需要它 但是它未必是哪個特定的宗教 我講到齊瑚果強調 它的主觀性啊 它的這個感性啊 它的這種信仰啊 並不是說明基督教的重要性 我要強調的目的是 宗教的存在 但基本上的主觀信念 是最重要的 這是第一點 就是跟哪個宗教 沒有必然的關係 只是它因為我們都需要這個部分 所以齊瑚果是按照它的文化脈絡 講出它的問題 然後第二點 我們甚至可以擴大解釋 我們對宗教的需求 以及獲得的滿足 有好有壞 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 你感覺到存在著那種踏實的感覺 沒有宗教的生活 其實是一個完全憑靠自己 個人主義社會 那我們的話呢 這個傳統道德 在認知上來講已經變成宗教 所以我剛剛也問過大家 我很成功地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社會 上禮拜我提了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的哲學理解 不會深化 沒有人有興趣深化 因為我們在宗教的生命獲得滿足 然後我們在宗教的生命獲得滿足 我們會發覺教育對我們來講是實用的 所以我問大家說 如果教育沒有用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受教育的時候 大家答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我們教育本來就是實用的 如果教育沒有用這樣的問法 我們都不知道你在問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答不出來為什麼我們要受教育 而是我們不知道說 為什麼要先假設受教育 不是為了要滿足什麼樣的用處 這個同學們要先了解 因為這一件事情 是來自於我們整個傳統中的一個認知 我們傳統中有非常多的認知結果 其實跟宗教的所展現出來的效用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我們相信家庭 我們相信教育 我們相信陰陽五行的態度 跟宗教很接近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認為華人社會 華人社會 向心力很強 特別容易招人討厭 華人社會特別容易招人討厭 為什麼 因為向心力強 而且他的三點都非常實際 跟現在大家知道我們在這堂課中講的 主要的活用哲學的內容 基本上都是現代性的起源 如果你回頭仔細的翻翻看 主要可以證實 我經常在準備講義到深夜 然後裡面的每一段字每一段字 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我要繼續好好利用它 然後盡量把這個課程開發到簡單 讓我自己慢慢 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讓我有這個機會 從最深刻的角度深入淺出 來看這個哲學問題 我至少找到了很多答案 雖然我未必是很成功 但是因為我有機會繼續來談這個課程 我要告訴大家最重要的觀點是 對於我們宗教生命中的探討 然後在經過各方面有關於個人 集體的證程以後 我們得到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當科學的應用 其實是發現了 發現了 神所創造的規則的時候 就最後一個 我們在這個論證的時候 那我們重要的 並不是在強調 我們要加強我們宗教上的信念 不是這個 而是剛好反過來 我們要利用這些規則 來改進我們生活中的不變性 像日本一樣 日本是一個非基督教國家 但是一個非常強調生活便利性 應用科技達到生活便利性 但我認為日本還有一個小缺陷 我們可以迎頭趕上 什麼呢 當日本在充分應用科技的時候 是把科技 改上我們生活中的不變性的同時 就是忽略了我們人不是一個單純 要求方便舒適的動物而已 其實人最主要的目的 是為了要得到那一種了解外在自然社會 而獲得自由 自由是我們真正的重點 我們在這堂課中 談論真、善、美、聖 我們要了解真理 我們要知道善惡 我們要掌握美醜 我們要自我提升到聖俗之間 我們的目標 並不是要宣揚什麼意識形態 我們的目標是要告訴 在了解的範圍擴大的過程中 你可以獲得的是一種真正的解放、解脫、自由 是一種自由 比如說大家會為了真、假之間爭論不休 為了善惡之間會覺得非常猶豫 為了美醜之間舉足不定 為於聖俗之間會強調自己的存在的價值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透過我們活用哲學的 讓我們自己獲得真正的自由 所以換言之了解世界、了解科學、了解規則的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要讓我們光達到社會的進步而已 社會真正的進步是在於我們自我的解放、解脫 我個人提出這個想法 是要告訴大家說 哲學的主要價值跟神學能夠結合在一起 我個人的認知就是 我們講的解放、講的解脫 甚至於講到這種永生、克服、死亡 都是要自我創造價值 因為這才是學哲學的主要的目標